假減失誤真搭散 男把妹法上警局 其实我不常第一眼 就对人有心动的感觉 也从来没有这么怕失去联系过 为了追求神似艺人卓文轩的妹妹 男子自作聪明出怪招 想不到最后妹妹没追到 自己还被送警法办 天龙是一名树心男子 上个月3号和友人到火锅店用餐时 被一名女客人深深吸引 他一见钟情连忙上前要求合照 却忘了留下对方联络方式 只记得女子你的机车牌号 他异响天开 打了一张告白书 连同百元线钞放进铅笔盒 请女性有人拿到警局 骗说剪刀失误 请警方帮忙找人 警方打开一看 情书上头写着 无论警察捏到东西 是你机车上掉下来的 警方觉得有意 通知两人到案说明 男子才坦诚是为了把妹 才想出这道大绝招 虽然他事后深感懊悔 跟对一气相挺的友人抱歉 但警方还是以为 赵文书罪前将两人含送 律师表示 男子可处三年以下 有期租行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 但法官会考量犯案 动机及犯后态度 也许可获得缓刑 我觉得这样认识彼此的方式 很浪漫像是电影里的剧情 你觉得呢 好新闻 嗯 我觉得很蠢 报答 那就是 那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